你知道飞艇燃烧有多惨烈吗 在短短34秒的时间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就化作了灰烬 今天我们来聊聊星登堡空难事故 1937年5月3日 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正在缓缓驶出舱门 它就是纳粹德国的齐柏林公司 于1936年建成的星登堡号飞艇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庞然巨瘦 全长达245米 直径为41米 其高度相当于13层楼高 站在星登堡号的下方 一望无际的体态会让人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压迫感 星登堡号拥有15个摩天轮式的隔舱 内部放置着16个巨大的棉质气囊和20万立方米的氢气 为飞艇提供强大的福利 4台12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能为飞艇提供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飞艇下层是极其奢华和舒适的客舱 不过它的内部最多只能容纳不过百余名乘客 所以说能乘坐这艘飞艇遨游天空的人 几乎都是威富极贵的上层人士 晚间8点15分 90新名乘客和乘务人员在人们的欢送下 陆续登上了星登堡号飞艇 他即将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出发 飞往美国新泽西州的莱克霍斯特 预计整个过程持续76个小时 在舰长布鲁斯的指令下 地面组员将固定的绳索松开 最后590公斤的压舱水便清洁而下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星登堡号缓缓升空并启动引擎 而在巨大的轰鸣之下 飞艇就此踏上了最后一次旅程 实际上在过去62次的长短图飞行当中 星登堡号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不过这一次死神似乎跟着97个人共同参加了这场盛大的空中聚会 你知道人类史上最大的飞艇是怎么遇难的吗 在星登堡号横渡大西洋的时候 由于遭遇逆风 导致飞艇足足晚的12个小时 当时莱克霍斯特的天气情况非常差 狂风肆虐 雷电交加 而为了逼其锋芒 舰长只好先暂时掉头 然而在云层中不断摩擦的飞艇表皮和钢架之间 已经充满了上万伏特的静电 也正是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静电 成为了最终杀死巨舰和乘客的帮凶 下午5点16分 风暴散去 低迷人员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 降落地附近早已聚集了大量吃瓜群众 摄影师们更是兴奋不已 他们都架好了摄像机 就等着飞艇闯入他们的镜头当中 下午6点11分 舰长正在不断调整方向 试图让飞艇在逆风中安全降落 不过这个时候 风向却突然发生了改变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飞艇还需要在空中绕一圈 重新和风向对齐 不过问题是 这次飞行已经严重晚点 如果再在降落的过程中耽误时间 那么很可能无法按时返回了 要知道 飞艇上载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此举必然会影响有些人的重要行程 为此 心急如焚的舰长决定不再绕圈 而是下令直接向左急转弯 强行对准风向降落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的急转向所产生的拉力直接扯断了尾部一根拉锁 争断的钢锁瞬间划破巨大的气囊 紧接着 大量氢气从破口处涌出 不断失去浮力的尾部开始变得越发沉重 你知道世界最大的飞行器是怎么在34秒内坠毁的吗 当尾部氢气泄漏以后 不明就里的舰长为了保持飞艇的平衡 决定卸下一千公斤的压舱水 不过 飞艇的氢气依然在不断的外泄 一分钟以后 舰长又下令让六名组员到前部平衡重量 等到6点20分 飞艇终于平稳下来 船员随后向地面投下降落绳 然而仅仅过去五分钟 一场悲剧就降临了 由于降落绳被雨水打湿 进而导致飞艇金属架中的电荷 顺着潮湿的绳子传导到了地面并全部释放 电压瞬间降至为零 但导电性能差的飞艇外皮上 依旧聚集着大量在飞行过程和恶劣天气中产生的静电 所以说 此时静电的电压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 这时候 静电以最短的路径不断释放电压 在外皮和金属架间形成了静电火花 下个瞬间 火花点燃了外泄的氢气 随后 飞艇尾部忽然爆发出一团大火 星灯宝号直接失去了平衡 前端开始上扬 一时间 舱内物品和人员都乱作一团 更可怕的是 16个气囊中的20万立方米氢气也全部燃烧起来 只要一个瞬息 庞大的星灯宝号就成了一个火球 其燃烧速度之快 几乎没有给乘客留下逃生机会 另外 也有一部分人迫于猛烈的火势 直接从数米高的空中一跃而下 虽然保住了性命 不过 基本上都身负重伤 此时的星灯宝号飞艇 俨然化为炼狱之地 各种凄厉绝望的惨叫自己彼伏 而从燃烧到飞艇彻底毁灭 整个过程仅用是34秒 飞艇上的94人当中 有36人当场死亡 另外 还有一名地面人员不幸丧生 而商用飞艇的时代 也跟随着这场星灯宝大火 退出了历史舞台